自从进入2024年以来 美国可谓是磨难不断 首先就是席卷全美的寒潮 狂风 暴雪 停水 停电 再就是起伏不定的股市 被华尔街称为20年来最糟糕的美股开局 而今天咱们要说的是遍布全美各个角落的超级病毒 三重流行病同时笼罩全美各地 可以说是让人毫无藏身之所 近期一张地图揭示了美国呼吸道感染率的实际情况 在这张分为极低 低 中等 高和极高 五个感染等级的实际图中 全美所有地区可以说基本只存在高与极高两个水平 根据最新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汇总了来自美国3400家医院的信息 截至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 38个州的病例达到了高或者非常高的水平 只有一些平原和中西部地区的水平较低 明尼苏达州的感染率维持在了最低水平 当然纵观历史 呼吸系统疾病水平通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较高 然后在1月和2月达到峰值 而今年的感染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不容乐观 由于流感季节的提前到来 加上连续封锁导致儿童免疫系统发育不全 人们担心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 据统计在2023至2024年冬季寒冷季节 已经有27名儿童死亡 因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 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尚未到来 该中心在最新发布的摘要中指出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季节性流感活动增加 而且还在升温当中 整体而言 新冠病毒活动仍然偏高 并在许多地区正在上升 废水数据证实 全国新冠病毒活动出于有史以来的第二高峰 疾控中心报告说 在截至12月30号的一周内 因呼吸系统疾病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数增加了7% 新增2万人住院治疗 数据显示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000万人感染流感 11万人住院治疗 相比之下 在2019年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大流行之前 有700万人患病 5.5万人住院 据估计 总共有6500万人死于流感 而2019年同期为2900人 除了流感病毒外 新冠肺炎住院治疗人数也在上升 在最近的7天里 一周内增加了20% 达到3.48万人 并且还有迹象表明 RSV呼吸道荷包病毒 也正在引起更多的疾病 据统计 最近一周发现了12.5万例病例 而前一周为11.9万例 所以综上来看 美国现如今笼罩在流感 新冠 以及呼吸道荷包病毒 三大呼吸道病毒的阴霾之下 旧金山的病毒学家雅各布 格兰维尔博士 正在研究一通通用流感疫苗 他告诉《每日邮报》 今年对病毒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冬天 他说通常情况下 假期过后 呼吸道病毒的数量会增加 到目前为止 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 没有达到前三个冬天的水平 但是目前的激增 到底能达到多高的峰值 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格兰维尔博士建议 每个人都应该确保洗手 咳嗽时遮掩 并及时接种疫苗 在感染水平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美国各地的医院 现在开始恢复戴口罩的规定 以帮助阻止感染的传播 上周 纽约州 加利福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和马赛诸塞州 四个州的医院成为最新一批 恢复对员工 病人和访客 强制执行口罩令的医院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全美呼吸道感染 严重程度的分布图 如果你所居住的州 目前处于严重 或极为严重的传染地区 大家不妨重新考虑 建立起自我防护措施 平安地度过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首先是流感类疾病发病率高的州 分别有华盛顿州 蒙大达州 北达科达州 亚利桑那州 密歇根州 宁蒂安那州 伊利诺伊州 佛罗里达州 宾夕法尼亚州 纽约州 康涅迪格州 新罕布什尔州 罗德岛州 威斯康星州 犹他州 免因州 以及堪萨斯州 然后就是流感率 发病率非常高的州 分别是新墨西哥州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田纳西州 南卡罗兰纳州 北卡罗兰纳州 新德西州 弗吉尼亚州 克罗拉多州 马赛助塞州 马里兰州 俄亥俄州 肯塔基州 阿肯色州 德克萨斯州 怀俄明州 爱达河州 内华达州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 世界卫生组织 新冠技术负责人 范克尔·克霍夫 强调 随着世界进入 新冠大流行的第五年 该病毒 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 而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现如今还有流感病毒 以及RSV 呼吸到荷包病毒的双重加持 在这个艰难的冬天 希望所有人都能安然无恙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